《以西节书》第48章 各支派名下的产业是这样 在北边尽头的地界起 沿着希特伦的路经哈马口到大马士革边界上的哈萨一南 北边靠着哈马地 从东到西是淡的一份 沿着淡的边界从东到西是亚瑟的一份 沿着亚瑟的边界从东到西是拿福他利的一份 沿着拿福他利的边界从东到西是马拿西的一份 沿着马拿西的边界从东到西是以法连的一份 沿着以法连的边界从东到西是刘本的一份 沿着刘本的边界从东到西是犹大的一份 沿着犹大的边界从东到西就是你们所要献出的圣区 长十二公里半 从东到西的长度与其他各份的一样 圣索要在其中 你们献给耶和华的地区 要长十二公里半 宽十公里 献给祭司的圣地 北边长十二公里半 西边宽五公里 东边宽五公里 南边长十二公里半 这地要归给祭司 就是撒都子孙中分别为圣的 他们守我所吩咐的职责 以色列人走迷路的时候 他们不像立位人那样走迷路 因此 从所献的圣区要有一块地献给祭司 作为至圣之地 这地沿着立位人的地界 沿着祭司的地界 要有一块地献给立位人 长十二公里半 宽五公里 祭司的地也是长十二公里半 宽五公里 这地的任何部分不可变卖 不可交换 也不可转让给别人 因为它是这地中最好的一份 是归耶和华为圣的 所剩下的地 宽两公里半 长十二公里半 要做俗地 供城市居民和郊野之用 城要在其中 城的大小是这样 北边二千二百五十公尺 南边二千二百五十公尺 东边二千二百五十公尺 西边二千二百五十公尺 城要有郊野 北边一百二十五公尺 南边一百二十五公尺 东边一百二十五公尺 西边一百二十五公尺 这俗地两旁剩下的地 沿着所限的圣区的长度计算 东边五公里 西边五公里 这些地的出产 要给城里的工人做食物 城里的工人来自以色列各支派 耕种这地 所限的整个地区 长十二公里半 宽十二公里半 是建方的 你们要把所限的圣区 连同城的基业一起线上 所限的圣区和城的基业 两旁所剩下的都要归给君王 从那宽十二公里半的 县地以东至东面的边界 以及从那宽十二公里半的 县地以西至西边的边界 沿着其他各分地 都要归给君王 这样所限的圣地和殿的圣索 都在这两块地的中间 地位人的基业和城的基业 都位于君王的地中间 君王的地是在犹大的边界 和汴雅敏的边界中间 至于其余的支派 从东到西 是汴雅敏的一份 沿着汴雅敏的边界 从东到西 是西面的一份 沿着西面的边界 从东到西 是以撒加的一份 沿着以撒加的边界 从东到西 是西布伦的一份 沿着西布伦的边界 从东到西 是加德的一份 加德南面的边界 是从塔玛到米利巴 加底斯水 经埃及小河到大海 这就是你们要抽签 分给以色列各支派 为业的地 这些分地 就是他们所得的份 这是主耶和华的宣告 城北面的长度 是2250公尺 城的出口是这样 城门要按 以色列各支派取名 北面有三个门口 一个是刘本门 一个是犹大门 一个是利位门 东面的长度 是2250公尺 有三个门口 一个是约瑟门 一个是汴雅敏门 一个是旦门 南面的长度是2250公尺 有三个门口 一个是西面门 一个是以撒加门 一个是西布伦门 西面的长度是2250公尺 也有三个门口 一个是迦德门 一个是亚瑟门 一个是拿福他利门 城的周围 共长9000公尺 从此以后 这城的名字要称为 耶和华的所在 有四个门口